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体育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拒绝暴冷 日本亚洲杯逆转胜越南夺开门红 与乔科为奇 熬战于4小时18岁小将奥网落败迎赞誉 亚洲杯持续更新 港族0比1落后阿联酋 剑机 香港男子花剑队 巴黎世界杯失利 一哥张家朗中16强魔咒 逆转战胜戴资颖 安喜赢哪国夺新年首官 请大家收看 拒绝暴冷 日本亚洲杯逆转胜越南夺开门红 联合早报 日本队在本场比赛中遭遇了越南队的顽强抵抗 但最终以4比2逆转取胜 日本队在上半场一度落后 但在最后阶段连入两球将比分扳平 下半场比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直到最后几分钟日本队才取得了领先 并最终锁定胜局 这场胜利也让日本队迎来了国家队11连胜 尽管越南队没有取得胜利 但他们展现出了强大的求胜意志 呈现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 与乔科维奇熬战于4小时18岁小将澳网落败迎赞誉 联合早报 萨尔维亚网球名将乔科维奇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南单首轮以6比2 6比7 6比3 6比4 战胜克罗地亚小将普利兹米奇 虽然乔科维奇状态不佳 但他凭借经验和体力优势获胜 乔科维奇此前的手腕伤势似乎并未对比赛产生影响 辛娜以3比0战胜荷兰选手范德赞舒普 他表示自己状态不错 对首轮比赛感到满意 在女单比赛中 巴尔伯拉 克莱奇科娃逆转战胜日本选手本玉真伟 而卡罗林 沃兹尼亚奇则因对手受伤退赛而获胜 亚洲杯持续更新 港族0比1落后阿联酋 新岛日报 港族在56年后再次打入亚洲杯决赛周 今晚将在C族首战中与阿联酋对阵 尽管有伤兵 但港队决定不补选球员 继续使用现有名单 阿联酋的入球王麦赫智则先做后辈 在比赛中 阿联酋先得一球 港队则多次发起功能 但未能得分 我们将持续更新比赛进程 同时 新岛申诉王推出新项目区区有申诉和我要赞取栏目 邀请市民投稿赞扬身边的好人好事 剑机 香港男子花剑队 巴黎世界杯失利 一哥张家朗中16强魔咒 新岛日报 香港男子花剑队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杯个人赛和团体赛中 未能取得好成绩 张家朗在个人赛中在16强止步 而在团体赛中 香港队虽然以45比26大胜马来西亚 但在16强阶段以四分之位输给德国队 这次比赛是香港男子花剑队争取奥运积分的最后一战 希望通过团体赛取得奥运积分 虽然未能取得好成绩 但仍有三个个人赛的席位 在个人赛方面 除了张家朗外 蔡俊燕 Ryan和崔浩然 Nick也在64强止步 杨子佳和李朗也在64强止步 一转战胜戴资影 安喜莹哪国夺新颖首官 联合早报 安喜莹在马来西亚公开赛逆转戴资影 赢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马来西亚公开赛冠军 她在决赛中以2比1的比分战胜了戴资影 这是她与戴资影的第14次交手 也是她第11次战胜对手 安喜莹在去年膝盖受伤后休战了5周 这是她自纳之后的首个冠军 虽然她在比赛中右腿缠着绷带 但她表示这仅仅是为了防止再次受伤 安喜莹表示很开心能赢的这个冠军 对她来说是新赛季的一个好的开端 她还谦虚地表示 奥运会对她来说很重要 但她更关注的是保持自己的状态 此外 戴资影也表示 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在马来西亚参赛 她计划在今年底退役 总体而言 中国选手在其他项目上也取得了成功 中国男双组合两尾坑 王场赢得了男双冠军 日本组合渡边勇大 东野有沙赢得了混双冠军 刘胜书 谭宁赢得了女双冠军 亚洲杯直击 港队今晚实施30分斗阿联酋 叶洪辉 希望球迷享受大赛舞台 星岛日报 香港队将在卡塔尔进行亚洲杯决赛周的比赛 门将叶洪辉表示 她已经适应了国际赛的节奏 并且期待着比赛的到来 她感谢球迷的支持 并希望他们能够享受这个舞台 中场球员陈军乐表示 她会全力以赴 给予100%的努力来面对比赛 她还感谢球迷们的支持 中场球员陈兆军表示 他们已经适应了国际赛的节奏 并且相信他们可以挑战对手 球星阿永家表示 她为亚洲杯已经准备了一年以上 并且希望能够帮助香港队取得好的成绩 她相信球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状态良好 她表示 她会尽力入球 港队有能力制造惊喜 港队将在C组赛程中 与阿联酋 伊朗和巴勒斯坦进行比赛 亚洲杯 三山勋2.0 中村竞斗来头鸿蛾少 新岛日报 日本队在2023亚洲杯上首次亮相 主教练森宝伊选出了最强阵容 尽管主力球员三山勋 因伤未能上场 但中村竞斗作为替补 有很强的入球能力 中村竞斗在法甲兰斯表现出色 本赛季已攻入两球 他在国家队方面也有出色表现 上场五次打入五球 中村竞斗表示自己的踢法 是在右路突破后进入禁区得分 亚洲杯 三山勋2.0 中村竞斗来头鸿也少 新岛日报 日本国家队在2023亚洲杯的首场比赛中 派出了最强阵容对阵越南 尽管球队的主力一封三山勋受伤未能上场 但中村竞斗作为替补 也具备出色的进球能力 中村竞斗是一名23岁的左翼球员 曾效力于合甲 笔甲和奥甲等欧洲俱乐部 并在本赛季加盟伐甲蓝丝 他在国家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上场五次打入五球 中村竞斗在热身赛中展现了自己的进攻能力 并表示自己是一个能够从远注入球的球员 星岛申诉王也将退出新的项目 邀请市民投稿赞扬身边的好人好事 共同建设更有爱的社区 亚洲杯直击 黄阳宣布退出港队 大军步步选球员王多哈 星岛日报 香港队前队长黄阳宣布退出香港代表队 但将继续为球队加油打气 黄阳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中表达了对球迷的感激之情 并感谢过去与香港队共事的队友、教练和后期人员的支持 另外 教练安达成决定不会不选球员 而是将以现有的26人名单参加本届亚洲杯的三场分组赛 香港队的分组赛程将于1月14日开始 对阵阿联酋、伊朗和巴勒斯坦 德布里纳回归英超传设建功 难事逆转喜鹊升第二 联合早报 满城在客场3比2逆转纽卡斯尔 德布劳内和鲍博各进一球 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德布劳内在替补上场仅5分钟就颁平比分 而鲍博则在补食阶段破门得分 攻入他的首个英超进球 满城主帅瓜迪奥拉和球员们都对他们的表现表示赞赏 另一场比赛中 切尔西以帕尔默的罚球命中1比0险胜富勒姆 取得三连胜 帕尔默已成为切尔西的核心 本赛季攻入了9个联赛进球 其中5球是罚球 切尔西主帅波切蒂诺表示 球队本应再进一两个球 杀死比赛 胡人不敌爵士 拉塞尔空砍赛季新高39分 联合早报 洛杉矿胡人在客场以125比132不敌尤塔爵士 拉塞尔砍下39分 戴维斯拿下三双 胡人在上半场表现可圈可点 但在第三节防守出现漏洞 被爵士反超比分 拉塞尔在莫杰带领球队连续得分 但最终未能追分成功 爵士方面 马尔卡宁砍下全队最高的29分 塞克斯顿也有27分进仗 其他比赛中 波士顿卡尔特人以145比113大胜休斯顿火箭 尼尔沃基公路以129比118战胜金州勇士 亚洲杯直击 金盼坤领大马斗约旦 祝福香港队All the best 新岛日报 马来西亚国家队主教练金盼坤表示 他希望球队能在亚洲杯首轮赛击败约旦 并以进入16强为目标 他表示球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并且希望能展现出马来西亚足球的实力和多样性 金盼坤自从上任以来 带领马来西亚队的战绩一直很不错 他表示球队的自信心也在提升 对于港队在亚洲杯的表现 金盼坤表示祝贺 并希望他们能在比赛中一切顺利 马来西亚队将在周二凌晨迎战约旦 而南韩队则将在晚上对阵巴林 非洲杯揭幕战 东道主科特迪瓦2比0基内亚比哨打响头炮 新岛日报 2023年非洲国家杯的揭幕战在周六举行 东道主科特迪瓦以2比0击败几内亚比哨 科特迪瓦曾两次夺得非洲国家杯冠军 这次他们以主办国的身份力争第三次夺冠 在揭幕战中 科特迪瓦的前锋施高科芬拿和卡拿素 分别在上半场和下半场打进一球 为主队取得胜利 科特迪瓦的目标是夺得第三个冠军 桑乔回归首秀送助攻 多特蒙德3比0大胜达姆士塔特 联合早报 英格兰球员桑乔在曼联寿冷落后 租借回归多特蒙德 并在德甲联赛首秀送出助攻 帮助球队3比0战胜达姆士塔特 桑乔表示 回到多特蒙德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并希望找回快乐并帮助球队 领投羊莱沃库森凭借帕瓦西奥斯 在捕食阶段的绝杀 1-0小胜奥格斯堡 继续领跑德甲积分榜 在一甲联赛方面 国际米兰以5比1大胜猛渣 继续保持投名位置 进球被争议性否决 亚洲杯首战中国踢合塔吉克斯坦 联合早报 中国队与塔吉克斯坦 在亚洲杯的比赛中互交白卷 尽管中国队有一例进球 被裁判判定欲为无效 中国队主帅表示 不想利用裁判作为逃避的借口 塔吉克斯坦主帅 则对球队的表现感到满意 另外 澳洲队在对阵印度的比赛中 以2比0获胜 取得开门红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